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临或多或少的选择 而有的选择就像一条单行道 一旦驶出了就无法回头 这使得我们每一次站在选择十字路口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彷徨 众生邀请了蔡康永先生去走访各个行业的翘楚 我们希望去聆听他们人生故事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选择时刻 也希望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参考答案 这一期的众生我们邀请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女演员孙力 孙力除了塑造了很多筷智人口的经典角色之外 那这些年呢我们观众对于他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是 孙力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在跟康永哥的聊天当中 孙力姐也讲到了很多他人生当中从未向别人提及的选择时刻 而这一期的众生要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始 因为准备要去一个热的户外的地方 对我来讲挺新鲜的 因为我几乎是不出外景的 孙力可以选择很多地方跟我见面跟我聊天 他选择了菜园子 我当然会企图要了解这个菜园子在他的生活中的比重占到多少 他是不是想要我看到某一个他觉得被别人忽视的他的生活的层面 我一进来第一件事情就要蹲在这儿 然后 哦可以闻对吧 对 真的很厉害 是不是 挺厉害的 这是琉璃香菇 我在一个有可能有小虫 跟我会大流汗的环境中做节目呢 很有可能会狼狈到不像一个具有威胁感的主持人 他也有机会看到我不在我掌控的 我什么都不懂的那个状态 你们种的跟湿面哈麦会味道不一样吗 可是这个是要拿去泡茶还干嘛吗 我根本看不懂它绿的跟紫的旁边这两个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吃沙拉的那个生菜吗 对 非常干净 没有农药的 真的 这是甜菜头 非常充足的维他命B 很好的 不和对春天就很好 可以抒发干气 我教你这一派的 你就是说我们要吃原材料 对我要看到食物的 对 那个感受是 我认为节目所需要的以外的东西 他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聊天 是对他有刺激有启发的 节目由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World S90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源自北欧挪威的高端天然饮用水品牌 WALS赞助播出 哈喽 靠佑哥 嗨亲爱的 好久不见 你把我带到哪里了 来玩 我是有朋友在种菜 可是我从来没有陪他们下过地 我就想说 哇那么大太阳 他们也乐在其中 我已经很久了 就自己喜欢种种 很开心 开心 是怎么样 是接触到土的开心 还是说看他从没有变成有 没有变成有 然后脚踏实地的感觉 这跟你小时候没关吧 小时候不是家里并不是做 不是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是新发现的乐趣 所以你是不是知道我很陌生这些事情 在带我来看一下 没有没有不是 他们问我说 觉得上海哪里可以代表我 就是在那个地方可以 让你觉得像是我 所以我就推荐到这里 你是非常少数我认识的上海人 会用菜园字代表自己的 你会不会过了这个热情 不会 我觉得这是会持续一辈子的 你知道一开始我很贪心 我说就这一个大盆 感觉很简单 对啊 我也觉得 我现在给他讲 我只要四分之力就够了 真的很累 我儿子女儿来这儿 我们一块种了之后 他说妈妈 种菜太累了 他们原来就觉得好玩吗 原来都是采摘 就没有种的过程 对那你有趁机 那个时刻就加两句 说你以后吃菜的时候 就要知道有多辛苦 会讲这种话吗 我每次都控制自己 不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 就是目的心特别强的妈妈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开头说一个 妈妈种菜好累啊 嗯是的 我们以后要珍惜 够了 就打到为止了 依照他热爱准备的个性 他有先去打点好了 要给我吃什么菜啊 要让我看见什么东西 如果这是他的准备的话 我当然就会顺着这个准备 去寻找 嗯 线索 就是他到底想要我 看到他的那一面 你来这里的时候 是跟家人来多 还是你一个人来多 家人一起 所以你把这当成是家庭活动 对 你亲手做菜吗 会做 但是不能天天做 天天做没这个耐心 是多久一次 有心情的时候 我可以吃得很不热情吗 也可以 一般都不会热情的 真的 我经纪人不愿意在我家吃饭的 因为他们觉得我吃饭太无趣了 为什么 我以前对吃是没有 没有追求的 没有享受乐趣 没有任何追求 水煮清蒸 你家的家人们不能要求 要吃味道重一点的东西 他们可以吃 我不管他们 但是我吃我自己的 他们吃他们的 因为自己身体会有感受 会告诉他 就是我吃这些干净的食物 我的身体给我的反应是什么 当我在吃一些调味品 特别多的食物 就身体会告诉他 等一下 你虽然表现得很像 不想干涉他们的样子 可是你会常常在旁边提醒 关键的不同 对不对 我不用说 在他们昏昏欲睡的时候 我在别人蹦跶 你知道吗 精神特别好 他们知道 原来吃健康的东西是这样的 你心里面想的是说 你有一天会被我改变 我也没想要去改变它 你就让他知道 你们是不一样的状态 对 我觉得你身上有很多 偏向 就是很严格执行任务的特质 我原来可能不会 但是我有了小孩 我发现我跟人沟通的方式 都有很大的变化 比较勇敢了 我会把我自己所有想法 要更简单明了清晰的告诉对方 是的 你知道很多女生 就是说哭着说我没事 然后别人就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你说你没事 可是你在哭 我一定不会的 我一定会把我心里想要的告诉你 那是现在 对 以前你干过哭着说没事的 对 然后我就说没事 然后真的别人当我没事 然后我转头 一个人都没有 把自己气得要死 最后事情很多发生 但现在不太会 我觉得我比原来进步 因为我生了小孩的时候 你总会想 这个小孩是你的 你肚子里掉出来的肉 他怎么会不懂你呢 他怎么会听不懂你再说事实 他就是不懂 他不懂啊 这跟是不是你肚子里出来的 没有关系 所以我发现 离你那么近的人 对不对 跟你有那么血缘关系的人 是 你一句话没有说明白 他都会误会 都会误解 会 更别说跟你十万八千里 从来人生没有任何交际的人 所以我必须要说得很明白 他可能只能get到80%吧 有时候你想 我有时候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在想什么 要需要跟自己谈话 我们都不 我们都不那么明白 我们自己在想什么 对 那有那种时刻是别人讲话 然后你get不到的吗 应该比较少 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觉得别人get不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很少管 我们有没有get到别人 我每问他的一个问题 都是问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 我也当下同时问我自己说 那我有get到别人 要我get到的东西吗 好像也没有 说不定别人转过身去就觉得说菜上就白吃 给不到我要讲的70% 其实很多人经常问我 他说你平时会哭吗 是啊 你还老特别好奇说你在戏里那么能哭 你是不是在平时也很能哭 练习的啊 我说我平时其实不哭 不哭 我不爱哭 对 而且我哭的点都很奇怪 我觉得我很少因为生气而哭 受委屈呢 也不会哭 反而是那种让我感动的瞬间 那当然 我会哭 那当然 而且是崩溃的哭 哭到控制不了的 可是是生活中真的感动 还是什么看书还看电影 真的感动 对 前两天我跟邓超两个人就抱头痛哭了一下 感动 然后两个孩子也在边上 他们就很冷静地递给我们餐厅纸 小朋友在旁边 对 我本来不想在孩子面前哭 他们看了并不觉得怎么样 我不觉得怎么样 这很棒 是吗 这很棒 对他了解情绪的表达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从来不会隐瞒情绪 对 就是我如果今天心情不好 那人总有烦躁的是 当然 我就会跟他讲 我说你今天少跟我说话 我说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对 我也会告诉你 因为是什么事情 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我工作上 或者是什么情绪不好 我不想说话 就我今天很疲劳 他们都能很准确地知道 我现在发生什么 这很成功 这是很棒的教育 我更在乎人跟人之间的情绪 是能够共评的 共证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哇 这鸡汤 你吃鸡吗 我吃到 感谢 你是从小在上海长大 对 可是你的口味并不是 所谓的上海菜的口味 我的口味很奇怪的 我喜欢吃酸菜炖粉条 说了我就要先口声 我还喜欢吃四川的鱼心草 然后我还喜欢吃云南的虫子 就那种蝉蛹啊 那种竹虫 我就很喜欢 你可以叙述一下乐趣什么吗 我就觉得好吃呀 特别好吃 蝉蛹 我觉得很好吃呀 是怎样的意思 是像 我吃它的口感 就像吃那个 上海的邮报虾一样 那种感觉 你是会有本事 把有壳的虾放进嘴里 然后吐出来就蝌就去掉那种吗 我可以把蝌全部吃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 小壳还是补钙的呀 出于养生的立场吗 其实我也没那么养生 你不那么养生 那你每次节气的时候 发那些泡脚的事情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身体自己 之前状况百出 我以前拍戏 比如说三个月 我最后一个月 我的免疫系统就崩溃了 天天拉肚子 然后脸上长好多痘痘 皮肤痒 动不动就发烧感冒 就是拍完戏 最起码要看病看很久 是因为拍戏的压力吧 我就一直想找问题的根源 我说我到底问题发生在哪 我就看书啊 问医生啊 就各种体会自己 感受自己 然后慢慢慢慢 我觉得我改变这一切 好像对自己的健康有用 特别好笑你知道吧 网友一直说我眼睛很大 然后好多人说 感觉我像得了假抗你知道吧 我就后来照镜子 说有吗 到底有吗 眼睛很大 可是我眼睛原来又挺大的呀 然后我有一个医生朋友 有一天我正好跟他吃饭 我说你觉得我眼睛有问题吧 他有什么问题 我说他们都 我说网友都说我眼睛大了 有感觉得假抗一样 我说要不要去查一下 他骂我了你知道 他你有病啊 他眼睛又不是第一天大 你从小就大的呀 但是我还是去查了一下 干嘛嘞 我没有假抗呀 是啊 你看风一吹我都流鼻涕了 没有风啊 没有什么风啊 刚刚那个两阵风吹过之后 你还在算有几阵风 我听说演员会 抢好的位子 来让自己在镜头前面 有重点 有这种事吗 我如果懂这些 我就经常不会站在顶光底下 把自己拍得那么难看了 我经常 经常问我出手 问灯光师 我说我应该站在什么光位 会显得让自己美一点 我现在唯一知道 就是不能站在顶光底下 你看到自己丑的时候会怎么样 你觉得哎呀老了 这不相干 我跟你讲 老归老 丑归丑 两马是 老是无可挽回的 就是老就是为一只老 丑你可以克服 不过是这样的 就是小的时候 你占什么光都行 老是一个压力 是吧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所以看到自己 我接受 自己在画面上 有点年龄 会觉得 下次要更小心 避开这个角度 还是说就 觉得要让观众看到 可以看到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 但是你看到那一刻 你心里肯定会咯噔一下 是 是吧 咯噔一下 我都咯噔过八百下 真的吗 对 但慢慢就接受了 就是 不因为你没有怕不接受 对啊 你只是要问你自己的态度是 你要跟观众一起老 还是你想要让观众以为你是神仙 你都不会老 不可能是神仙的 他还是会变化 你想我的小孩 从生出来53厘米 到现在已经快1米6了 他们已经长大了 而且原来的babyfate都没有了 已经变成一个少年少女了 是 我怎么可能不变呢 不可能的 对 可是这是你现在讲的话 就是 等到你变了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挽回啊 那我现在已经变了呀 你去演一个戏的时候 你是会研究这个角色是个 对 什么样的人 对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习惯会蔓延到生活去 你研究你生活里的人吗 会 你有没有在研究灯床 他不需要研究 他太简单了 你会很狂妄 我有个朋友就说 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感觉给人更打打咧咧咧 但其实他心 其实比我细腻多了 就你在乎那一块 他没有显露在很台面上的那一块 他没有在大众面前显露 但是他会在我面前显露 所以你认为你都知道 我觉得人不可能百分之一百都了解对方吧 就像我说 我有可能也没有那么百分之百了解我自己一样 如果我有一天有机会访问 你先生或者是你的小孩 就他们说 你一直想改变他们 你会吓到吗 我可能也不会吓到的 我觉得 我女儿可能会不太给我面子 但是 我女儿比较很会说实话 她跟我很像很像 所以她经常说很多实话 邓超很担心 妹妹啊 不能这么说 妈妈会生气 我说不不不 妈妈不会生气 因为妈妈也想这么说 但我儿子一定不会 我儿子哪怕心里正常想了 他一定在你面前说我最好的话 你知道有一次我儿子 他们现在长大了吗 要有跟同学有沟通的工具 有手机 然后有微信 因为我跟他讲过 我说你现在还小 你家任何人微信 你得让妈妈知道 然后有一天他说 他的同学都在家他 很多陌生人也在家他 他不认识的同学 他不想家 怎么办 他问我 我说你跟他讲 妈妈不同意 我说你完全可以退在我身上 我不可以这么说 我说为什么呀 我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个不好的妈妈 我还蛮感动的那一刻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庆幸我不在你们家 因为他官这样讲 我可能就会在心里转来几个弯想说 他第一个 他是在用我来逼他自己当好人吗 比方说他不要妈妈背这个罪名 那是不是他就是 他就会变成一个无法拒绝别人的人 然后他是用妈妈来当成他的立场 就是说 我妈不是这种人 所以我谁来都家 我永远都不说不 那这个也会让我 就是我若是家长 我就会担心说 你觉得说不很可怕吗 你应该拒绝的呀 所以他不肯说不 我就会担心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样子讲的意思是 你觉得我这个妈是 背不起黑锅的吗 还是 那我不会 你想的这两点 我都不会这样想的 我知道 所以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 是 你不会这样想的 我完全不会 那你想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儿子好棒 真的 OK 好 我觉得我们做访问 有的时候是要服务 感觉不幸的人 有的时候是服务 感觉幸福 可是却不安的人 所以说实话 我觉得跟孙力聊的时候 反而是我真的问出了很多 我觉得生活中值得怀疑的部分 然后我想要从他那边得到 同样的怀疑或者笃定的答案 他对某些事情是笃定的 他对某些事情是同样怀疑的 那就够了 就我觉得他起码 他想过这些事 你身边有女生说 她们不做妈妈的吗 有啊 很多啊 是持续地这样想 还是一阵子这样想 后来就改变了 不想做妈妈的 然后就不做了 也没有什么改变 好像 就不做 就不做了 所以即使你决定做妈妈的时候 你让他们知道你有多喜悦 他们也没有被影响 没有 有愿望想要要生孩子 他就一定会去生 如果没有愿望的话 他不会感受到你说那些快乐的 对 我虽然也喜欢小孩 但你让我做全职妈妈 我也不行 你想象过吗 全职妈妈的生活 我肯定不行 我知道我不行 因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带孩子在家一段时间 我要出去自己玩半天 我需要有那么一个透气的空间 我会跟他们讲 我说我要出去跟朋友吃个饭 我要跟朋友出去逛个街 你有想过这件事 所谓的女性心中真正的自由 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可以按照 真正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不能说职业女性不好 或者是全职妈妈不好 只要适合你 真的是全身心接受的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就非常棒 你从小到大 有抵抗过别人告诉你怎么做吗 我觉得我从小都在抵抗 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线在哪 而且我好像从小都还蛮有主见的 你最近有迷茫的时刻 觉得你不知道 这件事的答案是什么吗 我最近 让我 就是你认真做一件事情 它的结果到底是会好还是不好 然后 那这个结果 如果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认为的好 你没有得到那个好 那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 好了 你若问我这个问题 你若是认真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失败 失败 然后第二个是 我不觉得失败有什么问题 是的 我只能这样 我也是 孙力带我去的这个地方 让我有一些感受 那个感受是节目 我认为节目所需要的以外的东西 他比较像是我跟他在作为朋友的交往当中发生的事情 而不太像是节目中发生的事情 我要分一些心思去接收那个环境所带来的讯息 然后 还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给了我一些 我自己设想好的之外的刺激 那 我觉得我好像记得 在聊到一些在菜园子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的同时 也还是会顺着把想问的问题给问出来 所以我有在做这件事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孙力的感觉是什么 我可以再问他看看 就是 他 他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聊天 是对他有刺激有启发的 或者就是一个很像朋友的聊天 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事情很有趣 就是呢 他说 如果你很用力的活在当下 恐怕也只是把当下当成了是一个有用的东西而已 你有传说中的一个本子是写满了你的时间表录 对 有 然后你时间排得挺充实的 很充实 对 你以为我们在把时间做最好的利用 可是其实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些时间 所以当一个人说 那我不要再做很久的计划 我要活在当下 我要把当下好好的用出一个道理来说 他还是在用这个时间 我以前是一个计划心特别强的人 而且如果做了计划没有做 做到没有做完 对 我会恨自己 我会难受 但我觉得过去这三年对我改变非常非常大 我突然发现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任何事情 就是之前还会有一种假象 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 我可以把握很多事情 只要我去想我就能做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 有了这样的体悟之后 会带来怎样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我更放松了 这碗战念得好好 我都看了十几遍 你的台词倒背如流 我觉得它是在 彭尼场 对 但从去年真的有那么多人在想 说这个戏播了十年了 然后还时不时地就会上热搜 因为一个什么 我才跟同事说 我说原来这碗战真的很火 我很少看自己的戏 我不敢看自己 我后来有看过自己演的余观音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场戏 我是努着劲演的 就是导演也跟我讲戏了 我感觉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感觉我是没有演出来 我自己知道 就是我没有完完全全地在里头 我只是完成了导演 想要我的那个结果 后来我还跟丁黑导演 我跟他聊过这件事情 我说如果余观音 我在稍微成熟一点时候再去演 我觉得我会演得更好 后来导演说你不能这么想 他说那时候你的感受 是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他那句话一下典型了我 我自己对戏剧的态度 我觉得是老天爷成全的结果 就是这老天爷成全包括所有人的成全 我看好多电影呢 我都觉得 如果不是在那个天使地利人和之下 第一个拍不出那个电影 第二个拍好以后不会被那样子看 所以任何一部电影史上的经典 放在不对的年份 都未必能够得到那样的认可跟地位 所以孙丽的很多成功的戏 我觉得他自己一定也明白 那就是大家一起成全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任何事情 它存在 它发生的时间 总有它的原因的 你跟他相遇的时刻决定了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化学作用 对 你跟人也一样 跟作品也一样 对 就像很多人老问我 他说 好像觉得我很会把握机会 很努力 但是我每次都跟小朋友都会说一件事情 包括我做采访我也会说 但那件事情对我触动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直到现在我想象那个细节 我都会自己冒冷汗 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参加一个会演 我是跳主演 我就很开心 那个舞蹈我是领舞 我得到这个角色之后 我就放松了 就是不再努力了 我就觉得那是我的 就是觉得有种骄傲在了 后来两个礼拜以后 领导审查 说我跳得太烂 就是当下就说 想把我换了 我一下我就惊了 后来找我谈话说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你一个礼拜 我下礼拜再来看一次 如果你跳成这样的话 就把我换了 那一次对我来讲真的是当头一棒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想这件事情 就想了我就会冒冷汗的那种 很吓人 我觉得挺吓人的 对 就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对 对吧 对 但那件事情就告诉我就是任何机会在你手上 我如果不努力 它还不是你的 是 你一定要付出十分的努力 它才是你的 所以如果有人 他就觉得他也可以这么努力 可是他可能就永远都得不到这样的角色 你会叫他要再努力下去吗 我觉得觊觎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我努力了 然后也会被人看到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现在有你真的很关切的晚辈 或者是小朋友们来问你说 他就很想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会很努力 你说不出口 说如果你没有机遇你就得不到这些 但一定他自己去体悟 说我不要再我不要再干了 可能影响了他的家庭了 或影响他真正的收入了工作了 一定要自己心甘情愿地认识到这件事情 他才可能会说我继续还是放手 即使你说机遇很重要 他也会认为说那我就会有那个机遇啊 那等待啊 是 如果你有这个耐心就等待 你可能就会开花结果了 然后你也相信那些说他等到了四十岁五十岁 才机遇才来的故事吗 会发生吧 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 真的 你是很认同梦想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一定要有梦想 哇 我觉得最可笑的是我跟邓超 到现在我们两个人还会聊梦想 所以你们聊梦想的态度是充满上网的 对 工作上的生活上的 我们梦想其实也很简单 比如说拍完戏 我们说好要去哪里旅游 这就是梦想啊 我们会因为这三个月过完之后 就是他认定我这个人是他想要做朋友的人 这是很奇妙的 就等于在 我在别人眼中做出了一点成果的东西 在他眼中是根本不在的东西 那我的朋友当中如果有人从事演艺工作的话 我几乎也都是这个状态 就是 我不会有压力说他们每推出一张新的专辑我就要听 或者是他们的每场演唱会我都要去 每个戏我都要看 我觉得他们也很渴望认得一些人是 没在管他们的作品 邓超去忙导演的时候 你会放宽标准吗 就是他可以表现比较生活混乱 你指的混乱是什么 就比较忙不过来 然后可能没有力气照顾你的心情啊 或者疏于 我觉得我们俩是反的 真的啊 他出去工作 恨不得一二十个电话 我有时候都 我说不要打了 我说每天就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可说了 就打到后来就是视频电话 就白眼瞪小眼 他说你没有话跟我讲 我说我们今天已经打了很多电话了 我说我们已经没有话可以讲了 他说你也太实在了吧 我说真的没有话讲了呀 你们现在他还会这样子打视频电话 会啊 然后硬找话跟你聊 对啊 哦这很感人吧 对就是很感人 金老师说 你要非常珍惜你这个老公 他很少男人会这样表达的 我才意识到 原来在我身边是个宝呀 他就我如果出去拍戏啊 家里如果没有事情找我 我是不会给他们拨电话的 所以他会受伤吗 他会觉得说怎么你 可以把他隔下这么久 他肯定 那么多年他也习惯了我觉得 OK 你不会有那种被冷落的感觉 我属于可以自嗨型的那种 嗯 自己让自己快乐的那种 OK 他可以看你的笔记本 看呀 可以看 上面会写我的计划 然后还有孩子的 还有他的 我都会写 我就知道每天时间怎么分配 那他手机上的形式力 你可以看 我不看他手机 他现在也习惯用笔记本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习惯 是每个星期天晚上 要互相拿出笔记本 要记录一下对方做的事情 OK 所以不看手机是你自己为自己定的原则 也不是 我觉得没必要看 而且每个人心里都要有秘密的 孩子也是 你的家庭另一半也是 现在的生活超过你以前想象的幸福状态 绝对超过 超过 所以每一天都是 我觉得都是老天的馈赠的感觉 有的人会忐忑不安 觉得这个幸福会不会很脆弱 或者会要跟自己讲说 不一定会一直这样子 你会这样吗 我有过这样的困惑 我前两天还问过 金老师这样的问题 我说 我总是时不时都会提醒自己 心里有一些恐惧 他说其实是 你要更相信自己 产生那个不安的时候 要怎么安定下来 还是就是让他不安 我找一块木头摸一下 真的吗 对 就是给自己添一点好运 对对对 然后其实每次发生心情 就是有波动的时候 是自己跟自己聊天最好的机会 可是怎么能做到 在很情绪不安的时候 还能做到让自己醒过来 我后来发现 就是我有的困惑大家都有 大家有的困惑我也有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如果发生问题 我可能原来 我需要花很长时间去修复 现在时间越来越短了 好多事情其实只是程度的不同 它不是我们小时候以为的 正与反黑与白对或错 它就是你多做一点 就会有一点点 然后它始终不会到 那个你以为的终点 可是它就是有比以前 多一点 你在生活中演不演戏 人生多半需要演技 我同意啊 我觉得不是演员的人也演了很多啊 我想一个好好上班的人 在办公室也要演不少戏吧 对因为有些话如果说得太直白 其实很伤人的 而且也不必要 对而且特别这三年 我发现我真的内心感受 每个人都要去被鼓励 因为每个人都太了不起了 对费很多劲才走到这一步 对我上次还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人跟陌生人打开手的时候 里面是一颗糖 对方的笑容特别灿烂 我看了那视频我哭了 我特别感动 然后我都想过 我说我也要放糖在身边 看到陌生人给人 那我怕别人会打我 我好奇那个部分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家庭的人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那么坚固稳定的东西吗 如果以他所透露的对于无常的体会 那幸福也只能够是无常的 真不太能够跳脱这件事情 所以他自己也讲了 他有不安的感觉 他只是不安的时间渐渐地变短而已 这些是我想要听到的真实的答案 你现在还会记得你 刚开始成名的时候的感觉吗 会 是什么瞬间 做裙访的时候有人问我问题了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因为已经适应了做裙访的时候 没有人来问问题 我们都是站着做陪衬 突然有人来问我问题 然后下去之后要打自己 就是怎么回答得那么差 都没有把握好机会 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郁观音的时候 郁观音你就是女主了不是吗 但是我是新人 那时候何伦东 彭大为都很有名 我们都是几个人站着一大排的话筒 然后记者点名问问题 一般我都是拿话筒的 如果你没有料到 你可能还离话筒很远 我们还要把话筒移过去 然后开始拍广告了 那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广告会 你有做任何事吗 你会跑去广告前面 拍个照留念什么这些吗 我现在也会 我现在也会看到自己的广告 然后在车上 如果跟孩子坐一个车上 看到自己的广告 我就 看看 你现在回头看你之前的人生 有你很想要特别想回去的哪一段吗 没有 过去就过去了 其实很多事情大家都洗油参半的 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 你不会觉得当演员这件事情 界定了孙力这个人 对不对 不当演员孙力还是活得很爽快 然后继续有梦想 对不对 也不一定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有过一段非常迷茫的时间 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离开艺术这个行业 我还能做什么 可是演员是拿自己的肉身去拼的工作 我觉得这不容 这很难 就是你做再多功课 不是别人替你实现这件事 是你做越多功课 你都要自己去实现它 我觉得很恐怖 就是你不是一个将军而已 你同时是那个小兵 比如说我演一个戏 我会想象很多场景 对 想象这个场景 想象对手演员可能会怎么演 我这句台词 我可能想怎么表达 这个情绪 我想我就特别好 我想怎么表达 但到现场 其实对方根本没有给你这样的空间 让你去这样做 你随时要改变自己 等于你去的每一次 都是在跟别人要一起完成一件事 可是那个别人会怎么做 你根本不晓得 你不能想到 我想怎么样 你要跟着我 对 就做互相的 我觉得我们的时代 已经让好多人都认为 娱乐的内容是自动产生的 所以呢 我已经太久没有想过 人是用自己的肉身去做这件事 前两天 我去我女儿一个拉丁舞的一个比赛现场 那天我看到一个歌手 他们是现场乐队伴奏 那么小的舞台 他在那特别嗨地唱 那个大叔真的给我很大能量 我一直在拍他 他看我拍他 他一下还嗨了 一直在我镜头前 在那演 你知道吗 他们比赛比了三个小时 他就唱了三个小时 英文歌中文歌来回 一会儿唱完还吹号什么的 乐在其中 非常棒 他非常享受他的舞台 我回去还跟邓超讲 我拍了视频 我给他看 我说他多享受啊 我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 站在大舞台上太多次了 你有时候都会麻木了 你就会觉得 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感觉 那舞台不够大 你都不想去的感觉 其实不是这样 你当真爱艺术这件事情的时候 多大的舞台你都要去享受 你在戏里面吵架的时候 情绪会体会到一种 惊险或者是 不舒服吗 觉得说原来 因为定好的 这个吵架一定是我赢的 所以我很怕 但是我真的在平时吵 我一定是吵不过人家的 真的吗 我一吵架 我嘴就很笨很笨 这么弱 非常弱 所以你觉得如果我们两个 都活在宫里的话 我们两个谁活久一点 肯定是你 肯定是我 也有可能是我 因为我不跟人吵架 你不惹人家 不惹人 人生充满了各种的苦 然后我们得自己 人类是非常矛盾的 要自己想办法去应对 这些苦恼的一个物种 所以我们自己定义了幸福 然后我们又自己定义了不安 然后怎么办呢 最后我们就只能够 想办法把不安的时间 变少一点 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今天有一件事情 忘记告诉孙力 就是我觉得恐怕 如果要逃难的话 我会拉他一起逃难吧 说是 他显然是一个在灾难中 还能够保持冷静地寻找 活下去的方法的人 然后情绪对他来讲 显然是 他能够收得到 可是他没有指望 情绪能够解决事情的 一个态度 这些都在逃难当中非常有用 所以我认为他 会是一个逃难的好伙伴 可是我通常对人家讲这句话的时候 说到没有人认为这个是赞美 就会觉得听起来很恐怖 可是这是我极大的赞美 我觉得很多人 是太平时期非常好的朋友 可是逃难的时候 是不适合在一起逃难的 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总益上居呼 搜众声和居呼打主一起 热聊节目话题 比方说兄弟们在喝酒 然后你知道那个既要熬夜也伤身 你能够忍住 你就说我去睡觉了 就算了 你说谁喝酒 你说邓超吗 就是我说喝酒可以 但是不要影响我睡觉就行 不要吵 对不能吵 安静地喝酒 有时候你知道喝醉的人 比如说喝多的人 他有时候会半夜把你吵醒 闹你了 我就说就不要说话 不要这样子 对 这哪做得到 人家喝多了就失控啊 做了做了 什么他就安静地上场睡觉 就不能来打扰人 你喝你的 你开心你的 我开心我的 那打扰了会怎么样 有什么后果 那我就生气了呀 你生气会怎样 我生气又不离人了呀 我就自己出去购物来 我也不觉得很可怕 是吗 你就出去购物啊 我同事们都很怕我不说话的 我生气也不说话呀 是吗 就是我最高级别的生气 就是没话了 那你就不说话 然后他们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 他们很怕我不说话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如果这件事情 我能够说出来都不是事 但是如果我这件事情 我不说话了 那是问题相当严重 你开车的时候 常常不要脏话吗 哦不 我用我的车技来征服它 你车技很好 我开车可以的 我开车可以的 你真的很厉害耶